大家好,我是Yedith 今天想跟大家拍一下抗疫 大家都留在家 可能也會多了時間在家 所以今天就說一下 究竟我在這段時間會做些什麼 今天我就想做口罩 我就讓大家看看 今天我就想做一個 類似這樣可以裝到雷芯的口罩 抗疫的時候 大家的生活是不是都是這樣呢 這張桌子很混亂 長期都用電腦視像會議 所以電腦是不會收起來的 然後有很多零食 我已經先畫好了一個紙樣 我現在就把它剪出來 我之前已經買了些布回來的 其實我之前也有做過另一個款的口罩 不過我覺得這次我想用一個新的紙樣去做 看它會不會好一點 這個是底面的 現在就要用一些大頭針 不過這塊布好像很有彈性 很會比較好看 很會比較難的 會比較難車 其實你用手縫都可以的 不過我會用車耳機快一點 很會比較難車 其實你用手縫都可以的 不過我會用車耳機快一點 那底部呢 那底部呢我就會用這些 比較滑身一點 綿質的布 那主要都是吸口水的 面部就要用防水布的 那我們呢 那我們呢 要做的事呢 就是 將這塊布呢 這裡這樣亂起來 那這樣打開之後 它就會 是已經亂好了 那這裡也是一樣 這裡亂起來 然後會 反的 那所以呢 現在呢就開始做了 這一部呢 這一部呢 就是一部 歷史很遠古的一部衣車 那其實這部衣車呢 就是我 親戚他們不要 然後 所以呢 放在我家裡 那於是呢 那於是呢 隔人士呢 有時候要車耳的話 都會拿出來的 不過因為它已經 歷史悠久了 那所以呢 都是 有一點問題 那這樣 那用它的時候呢 就要很有技巧 你看到呢 原先呢 它真的是一個 挺漂亮 挺有 感覺的一部衣車來的 那現在呢 那現在呢 就要把兩邊呢 都這樣 收進去 那 而呂布那個呢 就可以收多一點的 那呢 外面那塊呢 就摺兩下 這樣 那就收少一點 好了 接著就可以 套上這兩邊 那它就可以反轉了 那這個時候呢 我已經把上面條線 和下面條線 都套好了 那於是呢 我們就可以把它反了 那反之前呢 就可以 將這裏的線 去剪回 短一點 留回3cm左右 就夠了 因為已經套上它了 好 好 反了之後呢 應該就是這樣了 那之後呢 就要把它 燙平它 然後呢 就 再弄那個鐵線 在裏面 再塗一條線 那呢 平時呢 我不知道你們會不會 經常都會 不想開燙 但我覺得很麻煩 那我就想了一個 挺方便的方法 就是呢 用直髮夾 那但你就要確保呢 你的直髮夾呢 不會太熱呢 有時候那些布料呢 可能會 不行了 受不了 所以我也是輕輕地夾一下 那些 最後那個步驟呢 錄不到的 那其實呢 我剛才呢 翻了它之後 燙平之後呢 我就加了一條鐵線 那這些鐵線呢 就在口罩裡拆出來 再消毒 然後呢 就放進去裡面 然後呢 再塗一條壓線 在這裡 那呢 而底部呢 都會再塗一條壓線 讓它再貼服一點 那現在呢 已經塗好了 那因為這條線呢 是會看到的 那所以呢 呃 面線和底線的那個顏色 你就要確保呢 是對的了 然後呢 最後呢 就是加橡筋了 那其實加橡筋呢 都有兩個方法 一個呢 就是直接 亂在這裡 這樣 亂在這裡 那如果亂在這裡的話呢 這個方法呢 就會比較實一點 還有可以省一些橡筋的 但是呢 我就覺得呢 它呢 不可以調教那個橡筋 那所以就好像沒有這麼好 因為呢 每個人的面型呢 都有少少分別的 而今次呢 我不是做給自己 是幫朋友做的 我就想呢 它可以自己微調那個橡筋的 那個大小 那所以呢 我就會選擇呢 用穿線的方式 那穿了之後呢 你可以在那裡打結 再把那個結呢 收回到裡面的 的 嗯 我呢 又會想想點 我可以選擇 現在我開始剪片了 早晨 今天還是留在家 今早已經做了食物 我發現最近少了寫手帳 原因是真的沒什麼外出 所以沒什麼可以寫 但最常寫就是 我之前說的工作手帳 記錄下自己做了什麼 不然就會覺得 好像整天都不知道做了什麼 寫下自己做了什麼 也會覺得即使在家 在家裡 也不會說太過不產生 不過最近我自己都覺得 因為經常留在家的關係 令我多了煮食 所以我就想 畫下一些 食物的手帳 以前覺得食物手帳 都很漂亮 但就會覺得 記錄自己去那邊吃東西 不是對我來說太有趣 但反而如果記錄下自己煮的食物 好像覺得挺有趣 今天我又做多了一個口罩 今次做的版本 跟上次做的 是有一點點分別的 主要都是那個 聯的次序的分別 今次做了灰色 試帶給大家看看 大家可能會憂慮 布口罩究竟是否可以 隔到病毒的呢 其實有些人 他們做過一些測試 如果裡面放兩張廚房紙 打橫一張 打直一張 這樣放的話 那個過濾的質素 都會跟外科口罩相約的 所以如果是 去一些 短途 不是整天的話 我想都可以用 這部口罩 加上淚芯去代替 希望這些方法 可以減少一些口罩的需求 以至大家都有口罩用 其實這次 當我做了第一部口罩之後 我就馬上收到 今晚的朋友問 有沒有人會戴口罩啊 他們原來想做八百個口罩 他們會供應一些材料 需要別人戴好 然後就送給一些 劏房和低收入人士 我自己都覺得 這是一個很好的方法 去幫助那些人 讓他們可以有口罩用 所以我自己都應領了一些 可能會幫他們手 車的 可能之後那兩個星期 就變成一個工廠妹 幫他們 車口罩 不知道在這一段抗疫的時間 你們又做了什麼呢 有沒有多了時間 在家裡發掘了什麼 新的興趣呢 我自己發現 留在家裡這段時間 除了多了跟家人相處 吃多了家裡的飯 變得更健康之外 還有就是 我覺得我自己都學會了 什麼是真的 休息和娛樂 以前呢 因為 都很忙碌 所以 就會 整天都掛著剪片 掛著 拍片 整個腦袋 就算 週末也好 都是 想著拍什麼片好 怎樣可以善用一些時間 但現在 因為整天都在家裡 基本上呢 嗯 你的時間 是多了 而且呢 也都少了 工作可以做 不能出去 不能去玩 那 反而呢 有時候真的累的話呢 我都會選擇 休息 你自己 玩一下 放鬆一下 保持身心的健康 也是很重要的 還有呢 最重要呢 就是 就是 嗯 保持衛生 留在家裡 不要去人多的地方 還有 照顧好自己 這就是 對自己 對其他人 都很重要的 不知道呢 你的抗疫的生活 又是怎樣的呢 你在家裡會做些什麼呢 不妨呢 在下面留言 告訴我 你會不會煮多了食物呢 或者是 做多了不同的東西呢 告訴我 你們會做些什麼 一起呢 去分享一下解患的方法 那 課師呢 之後都會多些 不同的 狀況會出現 經濟呀 衛生狀況呢 都是 越來越嚴重 那所以呢 大家都要注重健康啦 嗯 是我們一起去面對眼前的困難 我們 下次再見啦 拜拜